再一套是中油高雄练油厂今天晚上关场 但是供应中南部民生还有军机用油的半平山输油站 42座除草 后进居民是坚持不接受血流 加上高雄市府不乏操作许可证 中油元旦起将暂时关闭半平山输油站 为了避免中校有单位在半平山输油站关闭之后无油可用 这几天已经将中南部5座的油库补满 粗估是可以撑两周时间 中油高雄练油厂高层最近承受很大压力 内部是希望中央跟地方政府能够尽快协商 让高练厂取得是否合法的固定污染源操作许可证 让半平山输油站在过渡时期恢复运作 以供料给中下游单位